实在是太夸张了 都知道宝宝烧机油 但是从来没见过200公里烧一身机油的车子 车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还不敢相信 于是我让我小舅子从永康跑到湖州去开这台车子 在开怀的路上 我们才发现车主说的是真的 从湖州回来的时候机油加满了 开到永康没到 机油灯就报警了 那为什么这个车子烧机油会这么凶呢 其实这个车并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因为车主错换了一样东西 或者说是换了一样不合格的东西 才导致了这么严重的烧机油 那究竟答案的谜题在哪里 跟我们今天一起走进这台车的维修过程 我来告诉你真相 居然是一个铝盖 那这个铝盖有没有问题呢 如果说它的结构跟塑料盖是一样的 那我认为没问题 但是我怕就怕它里面的迷宫啊 跟它不一样 漏油是不漏了 但是它的撞凝效果会打折扣 那也会引起烧机油 空调不治了啊 它也没有报那个缺缸故障啊 抖也不抖啊 这个是二缸对不对 烧的最菜的这个是二缸对吧 对啊 你有本事 你就一起铸造成型 你不要用这个一块块给我拼起来 对不对 你不能说只做个形状为了做铝的而做铝的 我们做铝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再漏 让它的导热性好一点 不变形 但是你呢 不变形是不变形了 但是你这样拼起来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这个车多少公里稍一身机油啊 200公里 杭州一个来回 两身 看一下看一下 有油漏油是吧 帮你看一下 鞋的 他这个钢是鞋的 这趟是肯定有的 看两 我要看两边 这个气门上丝大大的看到没有 气门上都丝大大的 在这 你不要转 不要转 丝大大的 这个四缸里面看都是油对不对 今天都是湿的对吧 底下都有油啊 油底壳是铝合金的换过的啊 这个车油底壳可以换铝的 但是气门色盖不要换铝的 而且他这个油底壳是不是胶没打好 记合面好像有点漏哎 不来看看 全是油 做孔圈密封圈换的 把滑出来 因为那个停 看一下 这个还好 拉起来 有 这样子 电子不要了反正要换的 这无所谓的 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机油绝对没问题 气门油风拿出来看一下 宝马原装的啊 其实就是可迪克代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车主要求高他一定要宝马原厂包装的 这个也是 其实就是可迪克的东西 来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这个上面它是带有瓦片的看到没有 如果磨损的话就直接换瓦片就行了 那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兔轮轴啊 他没有瓦片呢 拉了以后的左也要换钢盖要换 来拿下了 放好啊这个千万不要搞坏 你看啊像这个一叶八八八的钢盖 没有瓦没有瓦片对不对 拉掉以后你就得换钢盖总成 对吧这客户多费钱啊是不是 要是这样的话呀 你怎么换钢口怎么挣钱呢 哎好像有道理哦 拿掉 这链板哪里碎掉了 夹出来看看 哦那这链板也得换 经典的宝马525f18之后我认为再也没有漂亮的武器 这个工具好死不 这个固定工具是本帅自己做的啊 哎上 别把工具搞断喽 这么紧要命啊 哎呦我去好紧啊 这取舵螺丝好紧啊 拿出来以后呢这个列轮方向看一下里面有凸起的这一块朝里面 拿出来 你看闪架了是不是那拼到一起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拼到一起的 他拿出来就闪架了 拿看闪架了拿看 这个油风口子啊稍微有一点磨损啊看的还好 但是车主要求硬了是吧 没有弹性的对吧 是啊 那也换掉吧反正都拆了 新舊对比一下啊这个口比较小这个口比较大那有点磨损了 新的油风到位啊 啊把安全套套上去 好记住啊一定要套安全套 油风上去 压下去 安装锁片一定要小心仔细啊 新的油风上去啊这个绿颜色的是可地克的原车的他这个颜色还是咖啡色的他用是一样用的啊 好的 这些都是换下来的油风啊要不是宝马的工作温度啊太高这些气门油风也不注意这么早老化 宝马的油风会比奥迪跟奔驰的油风寿命至少短一半 偏心都已经装好啊用装用工具装非常的方便不需要有砸袋绑 新的垫板啊 轮轮子套上但是螺丝不要紧啊带带在那里就好了 竞盘器啊一个硬一个ex 装用工具到位啊把信号盘对好 对信号盘 先来一个55牛米啊 好再还另一个 对信号盘 角度归啊55牛米55度 50度 来先打个100牛 好 好再来270度 先来第一个90度 你不用加力感啊拉不动 第三个90度卧槽 哪个神经病搞出来的 哪有这么设计的 加力感都不够用 咱们这个工具啊为了在车上使用为了避开这些轮子管子你看 该割掉的地方都割掉了缺口都割掉了 这个是原厂的气能石盖啊你过来看一下 宝马标识零件号都在这里啊 我本人对这种塑料件也是深恶痛绝那厂家他做什么塑料件那是没办法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这个铝合金的呢其实从创意上来说我觉得不错 但是如果说你的结构能够跟厂家做的一模一样 不要引起这样的问题那是好事情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 厂家的结构跟原理 只是模仿了图具骑行 那你就是害得太紧 宝马车啊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 火花色 包括 绿星 空气绿星 清潮绿星 青梅斯根 编码全齐啊 都需要原厂的啊 然后这些 水管啊 这些这个解温器之类的 编码全部齐 所有的水管 都是原厂 要露眼的看得见的水管啊 都换到了 然后正式的小链板 机油呢 也是原厂的机油 5-30的 这一部分材料啊 全车水管呢去年都换过一遍啊当然不是在我这里换的 换的是品牌件 车主非常懊恼因为已经开始漏水了 车主说 全部给他换成原厂水管 换水箱哎为什么要换水箱呀 裂了是吧 哦 这个地方裂了啊 上原厂 切门石盖 我希望啊有人 能够 做出真正符合规格 跟原厂结构一模一样的但是是铝合金的好产品 盖子什么都装好了但是又碰到新的问题了啊 你看 他原来这个地方这都是自工螺丝 他换成铝盖子之后呢都变成那种普通螺丝了 之前旧的呢又被扔掉了 现在改回原样以后 我还得给他去找这个螺丝 连螺丝都必须是原厂的这个就是这个车主的要求 我很欣赏他 挨个螺丝都到位啊 原厂螺丝各就各位啊之前都被扔光了 这个防冬业是跟水一比一要对的啊不能存防冬业太腻了 然后等一下给他空气排一下 这之前排气管里面还没搞干净啊 排毒养颜排毒养颜再来点 启动之后做电机匹配 要经过450个循环现在才第100个慢慢等着呗 这排出来的污水啊 不得了 工作要做细子啊你看这里面得给他抽干净 飞流直下3000尺 汽油的味道怎么样 直接爆表爆红色 更换刹车油 使用机器更换刹车油绝对不会进空气 这个机器啊都用了十多年了已经质量非常的ok 钢类子碰的发动机啊一定要使用燃油添加剂啊这个绝对不是自伤税 下车掉多年了 下车掉多年了 那反正拆了也就一起换了 由这台车我们得到一个惨重的调讯 就是你配件可以改进 但是你一定要改进到精髓里面去 你不能说只 模仿的表面 里面还是一塌糊涂 能用原厂配件的 还是用原厂配件 那么经过昨天100多公里的试车 原来是200公里机油就报警了 现在的100多公里开掉了 今天再去开个几十公里 如果说机油业位还是跟昨天一样一点都没有少 那这台车就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 好了点击加关注 爱车爱熊猫 修烧机油不迷路 去洗个车 完美交车 去洗个车